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要來說明 如何使用斜結式 利用兩個點來畫出一條線 如果大家還有 印象我們從開始教第二章 一開始介紹這個平面坐標上面的點 後來那一集介紹平面坐標上面的 這個 向線 向線和面積 然後介紹了平面坐標上面的線 之後呢 我們介紹了 設這個y等於ax加b代入求解 然後利用這個方式 如果你有一條方程式的話你可以找到兩點畫線 然後我們又介紹了這個 如何在已經知道兩點的情況下 代入求解解出這條方程式 後來我們上一集介紹了斜結式之後呢 我們上一集介紹的是 在我給你一條斜結式 如何你去在圖形上面把線畫出來 那在這一集呢 我們一樣要來介紹的是 如何 在我給你已知過兩點的情況下 寫出他的方程式 那 這個東西是我們在這個 前面 某一集的作業 那個時候我們教的是 Y等於ax加b 然後你把這兩點帶進去嘛 對不對 帶進去得到連例 連例一個是5等於3a加b 一個是4等於4a加b 然後 連例求解出a跟b 那你這條方程式就是這個 解像 他檢查好你會發現 a4-1b4 2 對 a4-1b8 所以這個 這條方程式是 y等於 -x加8 這樣子 那 其實寫成這樣就已經是斜結式了沒有錯 那但是呢 這個解法並不是使用斜結式的精神來去解 這個問題的 那我們就利用這幾題 這個之前作業的題目我們來練習 如何在使用斜結式的精神好來去解這個問題 過點35和44什麼叫做斜結式的精神好他總共有兩個 你把它設成y等於x加k嘛我們那個時候這裡是寫k A是斜率斜率是什麼斜率是有多斜 有多斜要怎麼表示呢有多斜就是x每增加1y會加多少 所以來看這邊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的x加了1 y怎麼樣 減了1 所以x每加1y會減1 當你看出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可以寫y等於-x了 因為這樣你就抓到這個a是-1了 對不對 我們不需要解連力 y等於-x然後挑一點帶進來4等於-4 怎麼樣呢 加k嘛如果你可以想出來的話你就直接寫 如果你想不出來就先寫加k然後4 4 4帶進去4等於-4加k k是 8 這樣就可以 那如果你心算夠快的話你就可以再寫出這個y等於-x的時候 兩個4帶進去4等於-4怎麼樣加8 你就會發現是加8那這樣子就可以找到這條式子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第3題 等一下再來看第2題第2題比較特別 現在看第3題 一樣判斷什麼 y等於x加k的話這個 可以先不要寫 那我只是先寫出來給你們看而已 在解這個題目的第1個步驟先去判斷這個a會是多少呢 x如果增加了6 結果他的y會增加 8 所以x加1y會加多少 好想一下這個想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x加6y會加8那x加1y會加多少 如果我把題目出的更簡單一點 x加2的時候 y會 比如說加4那請問x加1y會加多少 應該就不能想像吧他一半嗎他一半嗎 我們現在還沒有學這個比例好到 後面一張才會學 但是這個並不難抓到吧x加2的時候y加4x加1的時候y加2 可以怎麼想呢他其實是可以算的 就是 我們這個邪律x每增加1y會加多少呢 其實是把這個4去除這個2 這樣除出來就是x每增加1y會加多少 因為怎麼說呢這個 你假如你假如飲料多買2瓶 結果你會多花30塊 假如飲料多買2瓶 你會多花30塊 那所以飲料多買1瓶多少 30除2 所以其實這個道理 雖然我們沒有交過比如說什麼邪律沒有交過 這個 比例沒有交過 但是其實這個道理我們早就懂的 你如果飲料多買3瓶結果會多花45 所以一瓶飲料多少錢 買一瓶飲料會多花15塊 對不對 那現在說x如果加2y會加4 那x加1的時候y會怎麼樣 他去除他你就會得到x1 加1的時候 y會加2 所以這裡 x加6的時候y會加8 你買了8 你買多買6瓶飲料會多花8塊錢 那一瓶飲料多少錢 就是8除6 所以y等於3分之4 6分之8就是3分之4x 然後呢 挑一點帶進去 你可以帶這個 也可以帶這個 你這個帶進去 0 0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這個x為0的時候y是0 所以你沒有後面這個 那這個就是答案 你如果挑68進去也一樣 x是6y是8 剛好等號就成立 就不需要K 我們來看 再拿幾題來練習 就是我們使用這個 斜結式的概念 來看這一題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你看如果我們剛才這個 y等於x加b 這一點跟這一點 帶進去 你就會發現好難算 有沒有 15是10a加b 有點難算了 也不會太難算 3等於13a加b 結連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使用斜結式的方式去想呢 從這一點 1015到這一點 133 他們的x 增加了 3 他們的y 應該會 會怎麼樣呢 從15掉到3 會減少12 在這題我用圖形來說明一下 附帶跟大家提醒另外一個道理 就是 3 如果這一點 如果這一點是10 15 這一點是13 3 x從這一點走來這一點 這條線 這條直線 他的x從這一點走到這一點 x增加了3 結果y減了15減3 y減了12 或者說3減15是-12 y增加了-12 就是y減了12 那這樣子他的斜率 就是 x如果加1 y會減多少 -12除3 你會發現x如果加1的話呢 y其實會扣4 所以他的斜率其實是-4 我們先把他算完好了 那y等於-4的x呢 挑一樣 挑兩點帶進去 所以 挑這個好了 15等於-40 怎麼樣 加5 45 你就會寫出這條線 所以其實這個式子很好列 那我要提醒的事情就是呢 你去推論這件事 x增加多少的時候 y增加多少的 這件事情 你要以這個點到點的角度去想 什麼意思 這個是一個點 有沒有 你看我剛剛在圖形上畫出來 這個是一個點 然後13 3是一個點 所以你從 a到b 這個10 到13 是加3 那你的y呢 你的y就不可以用3到15 是你說加12 不對喔 y是15到3 是-12 因為這個 小朋友 從國小開始會養成一種習慣 就是不自覺的想要找正數 你看像我剛才說 這個 從15到34 減了多少 我說15減3是 12 所以他是減了12 其實老師也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生活習慣會不自覺的想要拿大數 減小數 想要把它減成正的 可是如果你觀念沒有清楚的話呢 你就會不小心把這個 斜率看成是 就是x加3y加12 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是x加3的時候 y是15到3 y是減12 所以x加1y減4 好 那 要怎麼去掌握這個觀念 就是我剛講的 你是從一個點 走到另一個點 所以如果你的x是從10到15 你用15減10 那你的y一樣要用15 走到3 所以你應該用3減15 是-12 如果你的觀念很清楚 當然就沒有差 但是如果你的觀念不清楚 你就要知道 你的x減的方向跟y減的方向 x走的方向跟y走的方向要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倒過來走 當然可以啊 你看如果我從b點走回來a點 這個是 15是a點 這是b點 對不對 如果我從b點走回來a點 那他的x其實是從13減到10 13掉回去10 所以他的x其實是 -3 那這個時候他的y是從3到15 y是正12 有沒有 x減3的時候 y是加12 那我要寫在斜率的這個位置上的這個數字 仍然要是x加1y會加多少 x減3的話 y會加12 那請問x加1的時候y會加多少 x減3y會加12 那如果x加3y就減12 x加1y就減4 這樣子 或者你直接用我剛才說的 你拿12去除-3除出來也可以 直接就是-4 這樣也會找到這個數字 這個我們後面會學 你這個 不管你是用這個 -12 除3還是用這個12除-3 除出來都會一樣 這個叫做y的變動量除x的變動量 這個是斜率的另外一個定義 來看下面這個例子 a是23 f23b是3-2 所以從a點到b點 x會加5 那從b點到a點 從 亂講 不好意思 a點到b點x會加5 然後來看y 從a點到b點 x其實減了5 所以其實x加5的時候y會減5 x加1的時候y就減1 所以y減x y等於-x怎麼樣 挑兩點進去 3等於-的-2 加1 可以嗎 好 所以就這一條 這樣子 來看這裡 那這裡呢 從-3走到-2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最後要的是x加1y會加多少 所以我在挑這個移動方向的時候我都盡量挑從小的到大的 從-3走到-2x其實加了1 可以嗎 從-3到-2 其實是加1 那從4到-1是減5 所以其實y等於-5x 挑兩點帶進去 挑這個-2-1 再看下面這個例子 我們多練習幾次 那希望老師也要帶學生多練習幾次 如果你要教這個邪律的方式去算 那在這裡就講 連帶的這件事情 其實邪律和邪結室 已經在 前幾次的這個課綱修訂的時候 從國中的課綱拿掉了 所以其實國中是不會正式教邪律跟邪結室的 可是我還是教 為什麼呢 他有很多的好處 學邪律有很多的好處 就是 你看我們這樣子 以之兩點來 來寫這個方程式 我覺得也比較快 我們上一集練習這個 以之 是只要畫出那條線 要判斷不通過哪一個向線 我覺得用邪結室也比較快 我們後面學函數 函數其實也是 一個邪結室的概念 我們學到這個 數學 尤其是學到運動學的時候 加速度運動的時候 那些公式 求邪律加速度是 速度的邪律 他們全部都是用邪律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不是教育部的 課綱委員 但是我覺得 課綱其實不應該把邪律拿掉 你假如覺得國中學太多 其實可以把音速背書那張拿掉 或者是把這個 圓 那個三角形的三個心 我覺得那些都可以拖到後面去教 因為他不會 影響你未來的學習 但是邪律的東西其實是太實用了 但我覺得拿掉很可惜 只是說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如果他們把邪律放進來 那學生可能在這個單元 就會寫到很多很多 跟理化跟生活有關的應用問題 可能會導致他們 他現在讀得很辛苦 那現在是免事升學 而且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在有熊老師 又不會影響你的學校成績 所以我們就都教 那 我要提醒 學生 還有這個 老師家怎麼一件事情 如果你像我這樣子 你決定要教一個 課外的東西 就是 考試範圍以外的 其實到國中 到高中也就教了 如果你要教這樣子的東西的話呢 最好先教了一陣子 再跟學生說這個是 考試範圍以外 學生有的時候會有一種 這個 不積極性 他一旦知道這個是考試範圍以外的 他只要有一點點難 他就跟自己說 那這個我不要學 但是其實這樣子會 損失很多 我的那個 國中的學生 他們很多時候在國二的時候 國一國二我在教 邪律 那他們就沒有學得很好 到了國三的時候呢 考不好了 我檢討了 他們在看我做一次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 學完了 理化很多的部分 而且因為聽我講過很多次 他們就比較懂 的時候他們發現 這個還蠻好算的 我覺得跟他說 對啊 實際上當初不學 其實是 可以盡量讓自己去學習 那假如說你真的覺得很 練習的有點辛苦 是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國中漫長還有三年 那但是我建議是不要拖到 高中學 因為拖到高中你要學的東西太多了 你的時間太少了 高中 留給邪律的時間其實很短 來看這邊 下一個 從00到-24 從0到-2 其實我們也可以從-2到0 從-2到0的話是x加2y-4 所以邪律是-2 那我們 照規矩 從a到b 從0到-2 x其實是-2 那 y其實是加4 x-2y加4 那x加1y會怎麼樣 x-2y加4x加1y會怎麼樣 兩種想法 我們再練習一次 x-2y加4 所以如果x-1y加2 所以如果x加1y-2 另外一種想法是直接你去想 x-2y加4 用我們剛才說的你直接拿正式去除-2 除出來就是-2 所以x加1y就是-2 就是不管你這個x加的是多還是少 你要去找到這個變動量的這個 比例關係或者是我們叫做單位變動量 x每加1y的變化量的話你就直接除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 那我個人建議用想的 因為你直接除反而你省略那個思考你也不知道自己在算什麼 x加1y-2所以y等於-2x00帶進去你就會發現他 沒有k我講過會過遠點的就沒有k 所以000-3那這一點呢 000-3的話 你會發現他其實怎麼樣 過這一點和這一點 那我們前面有稍微的介紹過 因為兩個點決定一條直線嘛 所以如果他會過這兩點 那他的直線一定就是這一條 所以他其實是什麼 x軸是y等於 可以嗎 這一體 再看這個 400-4那這一次呢我們就從這個追求x的變化量是正的 所以 從0到4是加4從-4到0其實也是加4喔 對不對 從-4到0是加4 所以x加4y加4x加1y加1y等於x 然後咧這裡要寫多少 其實你看到這個點的時候 0-4你就知道這裡是 x等於0的時候y-4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斜接4他有很多的這個小技巧可以很好很好操作 你當你發現他有一個點x是0的時候其實他結句就直接告訴 我們再回來看剛剛這一題 那你們可以把這一題敲在你的筆記本上面 求過2點 1點是14 171點是1423的直線方程式 我們可以畫一個圖你也可以在筆記本上面畫一個圖 也可以不要沒關係 那你會發現其實他是一條 牽直線 寫句話就是說這個在這個題目好你把它這裡 14這個14然後把它連起來然後在下面寫 過2點 然後 X值一樣 X值相同 如果你這條直線你會過兩個點他們的X值相同的話 鍵頭 那這個方程式我寫在這裡 他就會是X值等於14 就這樣 你如果今天這這條線會過比如說23 23和這個 2-69 那你想說這麼醜的數字我怎麼找他的方程 我怎麼找他的 這個 我要怎麼找他的這個直線的方程式 那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他過了兩個都是X都是2 他會過這兩點代表他這條線就是X的2 你用斜率的方式去想 X的2 你用斜率的方式去想你會發現 X都沒有增加Y卻莫名其妙的變了 為什麼 這就代表 他是垂直的 如果X有變 Y卻沒有變呢 比如說 下面這一題 第四題 我過的這兩點是12-2和-12-2 我的X明明減少了24我的Y卻沒有動 X減少24Y加0 X加1Y怎麼樣 還是加0嘛 Y就不會動 所以這一條線你會發現怎麼樣呢 跟剛才一樣 我們把他 這個2跟這個2 拉起來然後在下面寫 過2點 Y值相同 那他的Y就等於2 然後你可以在下面補充這個就是什麼我們之前講過斜率是0 這個 這個的斜率是沒有 因為斜率 牽直線的斜率是不存在的 沒有 沒有辦法算 用不能把0拿去分母放來看第五個 如果會過4-4和-4-4呢 如果會過4-4-4-4的話呢 他 X-8 Y-8 所以其實 X加1Y會加1 它是Y等於X 它本來就是Y等於X 對不對 那就沒有加K了 代表X軸的直線方程式是Y等於0 代表Y軸的直線方程式是X等於0 這樣子 我們來多看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A413 B4-12 C4 T-4他說這三點貢獻求T 這個問題有兩個解法 第一個解法你真的去求出這條線的方程式 我們有講過兩點決定一條直線 所以其實你光靠13和-12你就可以找到這條線的方程式 X如果-2的話Y會-1 所以如果X加1Y會加多少 想一想 X-2的話Y會-1 X如果加1的話呢 X-2Y會-1 所以如果X-1Y應該-1半 X加1Y會加1半 所以Y等於2分之X 那13代進去囉 所以3會等於2分之1怎麼樣 加上2.5 好嗎 那麼 所以這就是這條線 所以T-4代進去你就可以求T了 -4會 -4會等於2分之1T加2.5 所以 1.5是2分之1T所以T是3 啊不對 -4是負的 I say -4會等於2分之1T加2.5 所以2分之1T會是-6.5 是負的2分之13 所以T是13 這樣子 T是13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不見得你一定要把這個方程式求出來 他只是要知道T而已 那怎麼做呢 我們把數字寫大一點 既然他在同一條線上面 所以我用這兩點求出來的方程式是不是會跟用這兩點求的一樣 那以斜結式的角度來說所以說我用這兩點找到的斜率會跟這兩點一樣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呢 所以說 X-2的時候Y會-1 那麼 X怎麼樣的時候 Y會-6 對不對 他從2到-4是不是-6 X-2的時候Y會-1 X怎麼樣的時候Y會-6 如果你學如果我們後面學了這個比例 你就可以寫比例是來求解 那如果還沒但是 這個也不會太難想 X-2的時候Y-1嘛 那如果Y要-6 變6倍嗎 變6倍嗎 所以X其實是-12 所以你就會發現T是-13 這樣也可以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寫出過這些點的斜結式 那因為我們已經練習很多了 所以這份作業我們後面的課程應該不會檢討 然後這個以下三點貢獻 2點求A 所以就跟我們剛才講的一樣 你可以利用2點把方程式找出來 然後把第3點帶進去 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去推論他的斜率會一樣這件事情 然後下面這個 如果Y等於AX加B通過以下2點求AB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到這裡